火箭的基石詹姆斯哈登不久前在INS上刷出了一张进入自己的29岁生日的照片,并在底下写道,19,我们还在不断向上,谢谢你圣地。 自从12年夏天被雷霆交易到火箭以来,哈登已经在火箭度过了六年时光,他的到来让这支球队找到了新的灵魂,火箭战绩也是相当不错,两次西部决赛,一次二轮,三次首轮,从未学习过季后赛,可以说在西部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尤为不易。 这么说吧,哈登或许是火箭自奥拉朱网,之后最好的舰队基石,本身不仅拥有强大的进攻能力,传练能力也是联盟一流,而且身体就被棒不易受伤。 上赛季以地板流著成的哈登场均得到生涯最高的30.4分,外加5次篮板8.8助攻,1.8场段,首次赢得常规赛MVP,而且哈登从未让火箭外难过。 特别是在时运问题,上他都是简单明了,火箭想什么时候续约都可以,而不是像别的巨星那样,已不许因为B球队引进巨头。 哈登却从未这么做过,他也从未向管理层抱怨过一次,我们需要演员不然我就找人等等言论,都是你给我多少人,我就尽全力带好这些人,这就是哈登的性格。 火箭总经理莫雷今天在推特上就已经公开感谢了哈登,谢谢他让自己这些年工作变得简单。 莫雷写道,生日快乐,张姆斯哈登,从拥有你的第一天,请你就让我的工作变得容易,只要倾听就好。 在莫雷送上祝福后,克里斯保罗也为好兄弟送上了祝福,保罗写道,生日快乐,我的兄弟,让我们一起重回赛场吧。 这个夏天保罗一直和哈登亲密鼓动,在此前哈登举办的慈善棒球赛中,保罗就亲自到场还参加了比赛。 当然,说起亲密程度,保罗现在的地位恐怕已经被坦克抢了,因为哈登和坦克的关系简直就是如期四交。 从休赛期的第一天开始,两人就行引步离,从巴黎时装展,到出席各种节目活动,在到慈善球赛和训练赛,塔克总是会出现在哈登身边。 就连生日夜,塔克都拉着哈登去买一副庆祝,可以说哈登不愧是火箭的交际花样。 才一年时间,他就彻底征服了保罗的发肖坎克,让休斯顿三聚团真正融为一体,而且哈登在联盟球人中的人员也是极佳。 在此前慈善球赛时,七彩的沃尔,马斯的德罗赛,雷霆的威少,莫里斯兄弟都纷纷扔下手中的火箭来助力哈登,开拓者的利拉德原本也想来,可惜因为要筹犯个人演唱会。